政府高喊2025非核家園 大動作廢核 大量潮燃氣及再生能源 發電邁進 但美國學者狠批 台灣淘汰核能 簡直是瘋狂 專家也說台灣追隨德國廢核 但德國花了12年 才把再生能源占比 從5%提升到20% 台灣卻要在4年內 恐怕是高難度 這是做不到 人家花了12年的時間 我們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技術 可以讓我們在4年之內 可以從6%提高到20% 沒有嘛 蔡政府預計在2026年 再生能源占比兩成 燃煤三成 天然氣占五成 但危機是再生能源供量不穩 天然氣存量夏天只有七天 若一旦被封鎖 恐怕很快斷電 一旦被阻止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就馬上面臨 立即的能源危險 世界各國力推近零碳牌 但台灣卻把燃煤發電占比 拉到三成 美國日前公布全球最髒的 500個碳牌放園中 台灣就佔了五個 專家說燃煤污染將造成可怕後果 一年的碳牌量等於紐西蘭 全國的一年碳牌量 是用廢發電 其實等於是用人民的生命 跟健康在發電 今天不把碳牌的問題解決 那麼明天我們就會被碳稅所解決 蔡英文的錯誤政策 被害死台灣人 以為害產台灣的出口業 以後我們的商品在國際上都會被磕重碎 失去競爭力 專家說如果台灣照著現有的能源規劃 恐怕面臨缺電並留下大潛坑 虧損兩千億超過百分之七十 台電的電價不調漲的話 每年政府補貼給台電至少要一千兩百五十億 等於叫全民買單嘛 選舉時飛河家園大旗狂飄 李遠哲罵蔡英文卻說2024後不干他的事 到時候若真缺電勾電價民眾到底能往哪裡躲 記者張正明 陳怡用 台北報導 警響 警察辦公司